你怎么会有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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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走吧 走吧看半条 哈哈哈哈 什么呢 小仔 老爸好 哈喽初次见面 又见面了 徐老师好 四杯白的 四杯白的 吸管是 哪杯子那么少 哪个减少 少的 那个是杨浩的 哎 我觉得还挺巧的 因为有国安的连接 有泰达的连接 不 就是从背景上来说 不是说真当作有 对 你们俩有英国的连接 是啊 都在英国待过 你们俩有什么连接 我们俩可能以后都没连接 你们俩有 哈哈哈哈 看来就沙发连接一样 今天只能沙发 那会儿 那会儿英国你是哪里去的 2000年 99年里2000年 到04年 我是06年 那时候来 前辈 是的 不是我在那 我主要是在那上学 那个四年空档期 我也没踢球什么的 就纯上学 是吗 对 小斌在英国待了四年 学的表演 回来前两天奥斯卡 小金人都拿 是这么回事的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录制现场 下面介绍一下 这就是 这就是 在录制过程中 不允许称呼对方的头衔 比如老师 指导 哥等一切但有尊敬意味的头衔 如果称呼头衔即被视为犯规 全场犯规最多的人 将在最后负责结诈 这也太适合我了 这规则给我制定了吗 太适合你了 是你从来不说的 我对谁都是 平时就直呼大名 叫他呢 欣欣啊 是吗 他还得这么叫 平时自己也得这么叫 对啊 你真是叫欣欣 花小婷 我惨了 为什么 因为我习惯用尊称 我觉得 现在说出国啊 留学 这都不算特殊经历了 真说特殊经历 这也是金德 就我想了好长时间 就是原来金德的这个事 原来真能好好聊聊 这是一挺神奇的俱乐部 他小婷信的意思是很神圣的一个俱乐部 是吗 特别神圣 就这个时候我就可以不说话了 对 对 聊聊金德馆 我在那待了三年吧 对我以后人生的成长都有很大的 起了巨大的作用 对 比如说爱情的时候 你知道金德这句子吗 听过 听谁说的 听谁说的 听你说的 他现在都不知道 但其实我们 去俱乐部那会儿真是还整出人的 包括现在中超这几个各个队里面提修的 其实当时都是我们队的 不少的 对啊 我们那会儿手末员那个谁联柱 那个宋正宇 宋正宇 然后后卫基本上四个人配一老外 带上汪强 对 然后左边是任行 右边是张成林 对 然后右边前卫那会儿是刘建业吧 然后中间有时候我跟春雨提 有时候我配一个外援 陈涛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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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贵就是 反正前面扔一老外 就我们那会儿就是 其实现在那帮人都可以 但是我觉得金德这句子是外援 就是他找那外援 永远都是性质率特别高的 金德这句外援都是谁来什么 你这里有一个小黑的 你叫阿布扎卡尔 现在小的 到深圳呢 那天我刚看在深圳加上夜 他到我们队的时候18岁19岁 对特别的阿布扎卡尔 总经理玩游戏 反正那个比如说什么组组经理什么的 这一消妖人就找去了 但是阿布那会儿好像真是 就是在游戏里好像是素质挺不错 是吧 反正这 而且还便宜 那时候挣不了多少钱 金德那会儿肯定是挣不了多少钱 反正一年是五万美金 工资是五万美金 一年五万十万美金 那时候都那样 都差不多了 那一项是现在哪儿还有 那个时候基本上 像我们这种小技术部生存下来 就靠这个外援 基本上每年外援好点的二十万美金 一般的就十万十五万 就已经很不错了 对 我们那时候才 我记得我那时候第一年 06年回来 那时候小吗 刚去 工资 现在签三天合同 我说行签 看多少钱 我说一万二 我觉得一万二还行 你 不是不是 一个月那多了 但是呢 我们是每个月 每个月发不了 得两三个月发一次 然后 发六千 剩一年六千是得留着 叫什么 什么 绩效 对 绩效 比如说你这个保急了 或者说你出场多少多少 剩一年六千到年底 在一块给你 然后平时训练在诸州 在那个金德工业园里边 最后几年了 到他到09 他就是最后几年在湖南吗 09年我走了 然后基本上那一对 就10年的将棋 就是深圳凤凰广州福利 就是广州福利的浅身 浅身 浅身 但那会儿我听着金德的段子 是最多的 各种什么合同 打官司吧 然后就各种事儿 任航跟这个张成林那时候 一年能踢个十场八场的 还行 直接一份五年合同扔脸上 五千 多少钱 五千块钱 五年 五千块钱一个月 五年 对 然后我说 冰德你说我这怎么办 我这签嘛 我说那你别签了呗 我在说我自己 对我自己也不能正见 张晓妮犯规 其实最恶心的 要不自己犯规 又开始演是吧 又开始演 那时候我记得 反正金德基签黄 他基本都五年 他也签十年 我觉得可能这个东西 每个俱乐部 有每个俱乐部的经营和生存的方式 小的俱乐部 当时像金德那样一个俱乐部 我觉得一个民营老板干那么多年 其实从心理上也是很不容易 可能他的管理方式跟运作这种模式 可能跟现实的情况应该差得很远 但是当时我觉得可能对于他来讲 是他认为最好的方式去管理这帮队员 比如说对我们相对来讲会比较严格一点 还能喂熊吗 还能喂熊吗 有一些社会片的这种事情 但是我觉得也能理解 喂狗喂熊 是什么 就吓唬吓唬你 怎么吓唬 意思就是比如说你这期节目 你没给做好 然后老板就来了 这次没做好 下次再做不好 我就带你出去转一圈点 就这样 去哪儿老板 那这能告诉你吗 你先回睡觉吧 然后夜里三四点钟上过来敲你们 直接把你拉走六对圈 去哪儿走呢 我哪知道 你们老板拉你去哪儿我哪知道 我老板不拉我半夜出去溜 就反正我在那三年印象最深的就是认识那帮好兄弟 因为我们当时那个时候就感觉一年我们的目标就是33分34分 然后一年基本上能赢八场球 保急 赢个八场球平个十场八场就基本上保急了 但是你要想赢这八场球 那个时候我们赢一场球跟现在比如说现在比如说在国安 或者当时后来去天津那时候就觉得 赢一场球很正常就是很容易 但是你当时我们在那个队的时候赢一场球之后的那个兴奋度和喜悦那个感觉 他们会为了赢一场球完全不一样 不择手段 比如说呢 比如说开场第一分钟就开始往地下躺 那这个 也是啊 当时还没领先呢 领先以后 我记得特别特别清楚清楚的那个一场球我们客场那会还有青岛呢 青岛中能吧那时候还在 我们开场第六分钟第七分钟 就那个小黑的外员阿布进了一个 然后我就觉得哇来了 那时候基本上 不是那时候基本上就是我们只要是我们先进球 不可能你再搬回来 没有状态 因为我们场上11个人就是你去设门我宁可拿脸去挡 我也不能让你进球 因为你知道营业场球那个时候 一个是这个营业球开金再也有奖金啊 那个时候我们记得是 营业场球60万还是多少钱 股力能拿个2万多钱 对一人能拿个 那会儿不少了 反正你有点你一碰我 哎呦 对一对一 最忙的是对一 哈哈哈 然后给对方踢头踢无奈了 就是一开始跟他们踢头一开始真急 你知道吗 就是做的装饰之后还装 到后来一倒地 就走了 都不去掺着了你知道吗 然后那场球我们就 从第10分钟开始开始躺 躺了80分钟 基本上就是反正那断断续续的比赛 就是只要我一碰你 没有自己也有可能 哎呦我抽筋了 到最后反正有人猪哥也抽筋 对手边也抽筋了 那玩真的 后来没办法 张晓彬犯规 我说什么了 你给我重复 你要能重复出来 我现在就就认 你要现在重复不出来 我绝对不认 你别说话 祝哥 哈哈哈 祝哥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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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意裁判 放歌两次 哈哈哈 哈哈哈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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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单 哎 买单 走了 哈哈哈 你想那时候汪强那时候 瓜哥比赛跟法国踢吗 一开始汪强一倒地 亨利过来拉呢你知道吗 嗯 踢到最后老是汪强倒地 后来 亨利都 都没有绅士风度 就瞪着他往外瞪 哈哈哈 哈哈哈 所以就是那时候他们没经验 像在我们队 这基本有点 这这汪强先倒一下 下回就我倒 对 你倒完他倒 对 对 对 那会对于谁啊 还两个岁数不小 能不小 这俩吗 也得轮着来 就那会我就觉得就是我们一领先了 大家真是为了保住这个领先的优势 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就像我刚才说的 你说本我要是腿挡不到 我肯定会去拿脸挡 反倒是团结 真的对 就当时特别特别团结 那时候在湖南的时候往后天还热 你知道吗 我们都下午三点 下午三点半 比赛全是二 比赛到下午三点半 比赛之前先浇水 藏沙 乎乎乎乎都马上蒸气 我们每天我们训练就两点半开始训练 所以太弱了 训练就两点半 两点半下去没跟你说那个小鱼 哈哈哈 带着我们先跑 一跑上去准备活动 先慢跑三十分钟 反正那时候也年轻也扛脸 我们那帮人你就像现在扛吧 不管是身体体能都特别好 所以现在还在同潮 还在活跃 而且他们的身体都没有问题 你还训练 训练 训练 大陆冯林 刘建议 都是属于那种很硬的那种 很硬的那种 特别抗躁 特别能拼那种 对 现在我有时候一训练就觉得 特轻松 真的 真是这样 跟我们的 你像现在那会儿 他这种 嗯 嗯 嗯 犯规 还有那个 待会儿微信能结吧 微信 支付宝 iPhone Pay 一切都行 那行 没问题 别跟我抢 哈哈哈 就我现在已经破罐破摔了 等会 是不是来着吧来着 孙总 孙哥 哈哈哈 快敲啊 你就讲故事就行 猜犯都下不了手 这是开始多长时间 半个小时吧 开始半个小时领先了 不贵 一个不贵的人 不不 说过来 我就觉得当时我们那帮人真是 其实说白了 当时就为了赢球那点奖金 那肯定的 对 对吧 生活嘛 反正我当时跟金德提的时候 就觉得太痛苦了 我是不想去那课厂去提 尤其当我一领先的时候 如果他太险进球了 我就看了 所以辽宁队为什么调急了 就是辽宁队不会演 对吧 而且我们那会儿就是整个那个队 特别硬 特别拼 你像鱼琴哥过去 我抢不着眼球 我只能踢你腿了 他自己不只拼 猫翔上去给自己队友推倒 哈哈哈哈 比赛快点就是猫翔 直接给自己队友推倒之后 把腿打开 哈哈哈哈 真的 真有这个 我自己看自己都摸到嘴了 没有 没想到 别人要放开 就倒了 就是 比如说一抽筋了 快 比如说八十分钟了 我们还赢着 1-0赢着 一抽筋过去 我们过去 哎呦不行太紧了 先剪鞋吧 把鞋给脱了 你知道穿一只鞋很废实 把鞋给脱了 然后开始按 后对板先跑远点之后 开始按按就那样 然后队一上来 队一 队一也 也比较懂 这个裁判比如说 赶紧上登架 这队一 你不能别动 别动我先看看 很严重的 很严重的 你这裁判 要不你给队一张牌也不合适 对 队一反正就说你不能动 队一出头 我就说这很严重 队一出头 没事不 包包的都队一 后来包括球铜什么吧 你八糟的 都不给你球你知道吗 后来都挤过他脑子 就是已经无奈了 真无奈了 算了就别叫这劲了 没必要 好 大热天的在升纯器 输了球 哎呦好 我们今天聊这个 真不是普及保际知识 不是文章 你可以 快按呀 有的时候我觉得 你可以借鉴一下 你必须得先 先得活着 你才能再去想 你说类似体验 我刚才真想说 那年保际也不也有类似体验吗 哪年 泰达扣6分起步那年 当时就有感觉 最后几轮是什么时候 那阵李伟峰 咱们那阵不还有李伟峰 你这些不还都在吗 那也玩地也躺 对 发一个二门球 也是好几分钟才发出去 发完之后换个人再过去发 到最后这个最关键的时刻 不是你最后你个人性格 个人魅力的东西全都没有了 没有了 就足球就是这样 你最后就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 你会不择手段去做 他可以放弃所有这些脸面也好 尊严也好 无所谓 别人可以随便骂我 但我为了这个球队 这是我所放弃和付出的 我觉得你要从两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 比如说欣欣这样的 三十多岁还往地下躺 别人说这么大岁我真不要脸 可能这种感觉 我还没躺 我怕摔一下疼 我一般都是摔别的球 摔不了 摔这摔不了 摔哪摔不了 一直等到裁判就给人受不了你了 过来一直给人家和门 还不发出去 但纯当段子 就是经历过的这种握扫行为 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自己的别人 就是过来之后 就是任何人的 你经历过的 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小平太不容易了 他是一如既往的这么多年 一直坚持这个 但是我觉得换回来了 江苏兄弟给他进了一个奥斯卡小金人 证明自己了 不是 那是跟谁来着 特也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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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他把我们一个队员给踢倒了 踢倒以后给他身上黄盘 然后我们所有队员都围在一起 然后就都在那边 然后我也过去 我就直接 就反正就是场上骂你去 我当时他还挺激动的 我就想看看能不能挑逗一下再怎么样 他还在那边给我喊 然后我就过去 就反正只是骂 我说实话 就是可能提这个不好 确实他就是碰了我一下 但是我可能当时有点 有点可能表现有点夸张 我捂着脸我就躺地下了 而且还有点延迟的躺地下了 就是当时我有点时差 反应了一下 对 我想 然后啪我就赶紧就躺下 往那边找个刀 然后就裁判过来以后 加上我们队员又过去一杯 裁判过来以后又给他张黄盘 又两张黄盘给他发下去了 两张黄盘给他发下去了 我不推崇 今天我肯定是说我不推崇 或者说我可以 也不要希望有人去效仿我这样 但是可能有的时候这些东西不是你能控制得了的 像星哥刚才说的这个东西 你可能有时候大家一图一乐一聊就过去了 但是其实真是你当时在那种环境下 你是不得已为之的事情 就是为了结果 但是其实最重要我刚才说的就是最重要 虽然说我们有这样那样的手段 但是还是离不开场这11个人真是去玩命的拼 那个谁汪强的鼻子就太正常了 脸闷 球闷脸上都特别正常 我有时候上次过来说 百度 汪强受伤 惨状 全是这样 我们那会前锋只要一射闷 真的是我们两三个人都飞出去去挡那个球 一般都是闷在我们身上 所以基本上经常会出现球闷在脸上 球闷在什么这样的 就是那个时代造就的这些人 对 我觉得反正给我现在就是 我最怀念那段时间的就是 大家这场上这个11个人 甚至说这不上场的这些人 我们比赛赛以后 这场球赢了以后 大家回到更新时以后 那个兴奋度 那个开心劲 要比我现在可能比如说在国外也好 或者之前在天津的时候赢完一场球 满足那个点 那个时候要高很多 因为不容易 我觉得你特别怀念那会儿 我还怀念那个时候 大家在一起拼搏的那种状态 那种状态 想当时那些人 你说一方面 比如说他们球场上这些特点挺类似的 另外一方面都是挺单纯的一批人 可能你比如说你能力有五分 但是你这场球 我要去争取我去尽我所有能用到的可能 我去发挥出来六分 发挥出来七分 可能你的这个作用要比你能力有十分 你可能正常发挥了七八分 这种要实际的多 现在可能大家相对 现在都很职业 对 现在比那时候职业太多了 越有钱就 越职业 但我觉得这个是好事情 就是本身足球 它就是一个要花钱的领域 需要一个结合 就是先花 先没有钱到有钱 有钱之后再花钱 花钱之后再找 花钱怎么能找到以前的那种团队 对 让大家再把对这份 不管是对俱乐部也好 或者说对你所热爱的这份职业也好 那份感情再激发出来 再重新找回来 对 我觉得这点挺关键的 对 这节目开始做以来 真是挺走心的一回 因为你聊到金泽那块 我知道肯定有很多负面的一些东西 因为毕竟那个时候很多不聚业的东西 那时候全是负面的 没什么正面的 那时候只要一出新闻全是负面的 但是我在里边 我是经历过那样一种状态 我能感受到这样一个名 这个老板的不容易和我们当时所有的队员 所付出的这一切 对 所以它肯定都是 对吧 很多东西都是平衡的 你有正的东西就会有负的东西 对 你会不会觉得在跟贵州去年有点像 其实有一点 就我觉得小兵说的挺好的 其实我们去年能够冲超的话 说实在去年我们的所有的纸上的实力 其实并不支撑我们能够冲超 当时跟我们一起冲超 可以说是第一军团的 人家都是可以说是另一员也好 外员也好 人家是相当 我觉得是有实力可以打冲超的 全界 全界啊 黄海啊 一方啊 任何啊 是吧 当时联想起场的时候我当老板的时候我心特疼 哈哈哈哈哈哈 因为我当时我听那个居然那个国外那个水面 刘鹏在那儿说 我 不知道 我 这七拨这钱拿的我手都累了 一个中甲的队 然后当时我就想真厉害 对 那个时候奖金发的确实挺多的 我们发了最后一场的时候发了七百万嘛 然后打全界发了将近一千万嘛 而且我们公司 我们的俱乐部是说发多少就一定是多少 一分都不差 那一个主力能到多少 嗯 我们打北京人河那一场一个主力他三十多 我现在回到话题啊 哈哈哈哈 一场球拿三万块钱我们都拿脸去挡球 哎 你这一场就是这一年的八场 金得的八场出来了 哎 真是 对啊 发到最后也真的挺疼的吧 哈哈哈哈 疼得很快 从竞技角度来说那是挺疼的 但是从足球竞技角度来说还是挺开心的 那种喜悦真的是你在其他的行业是感受不到的 十一个人拼下 不止十一个人还有做那个提示席的呢 大家一起拼下来的 而且我们训练能够冲超真的是大家特别团结 就是你说跟金得有个最大相似点 就大家都是为了赢球 真的是大家就是十一个人就是一个队 当时我们接手的时候 智诚他已经在贵州已经十二十一年了 走成十球 对 接手的时候 接手球队真的只是一支保际队 当时大家都不觉得可以冲上 能在中甲不走就已经很开心了 我还记得我第一天带着队员他们 我们刚刚接手的时候 我第一天跟队员见面 请大家在那个饭店里吃饭 然后我们投资人就上面就夸海孔 说我们努力冲超 万一一不小心今年冲了呢 下面球员就都玩手机 别理他 不懂足球呢 然后最后冲的时候大家都懵圈了 对球员来说我觉得 我们做到了我们答应他的东西 就跟你说去年这个英超莱斯特夺冠 对 他有这个实力夺冠 他没有这个实力夺冠 但是这些人他踢着踢着 他这个信心出来了 就是他自己都不相信自己会去输球 他觉得我任何什么切尔西 曼莲阿斯曼 每一个对手我都能赢 没错 小平这三年的留学 小时候留学给他带来整个人生观 就是更大气一些 就是接受东西来更 就心心更宽阔 那是 其实有时候是这么回事 就是从小要在国外 你再回来之后 有时候思想是有不一样的 回国那会儿就是 当时还不知道什么叫假甩 因为这英国人都表示 哎你先别弹 加点水来弹 加点水来弹 这个水啊 咱们这个下半时咱们再加 这刚才听小平聊 这个非常的不容易 是不是 作为一个男人来说 这个又要背负一些压力 又要注意这个球队的成绩 所以说这首歌呢 特意送给小兵 还得开口锅店 两家分店 做男人很累 不能轻易掉眼泪 受伤的时候不能像女人那样 照个肩膀依偎 照个肩膀依偎 做男人很累 不能轻易掉眼泪 失败的时候还要在人前人后 装作无所谓 装作无所谓 这两句短啊 我觉得两句都够了 不是他有副歌呢 没有没有不用副歌 就是这两句就是张小斌的真实写照 咱们这个中场休息的时间到了 中场休息这边呢 给小斌跟小婷震问反答 这是什么叫震问反答吗 不知道解释一下 杨浩你今天吃屎了吧 我刚要说 小婷注意听题 第一题 大家都说你是美女老板 自己觉得自己是美女吗 是啊 这是谦虚 第二题 作为横丰智诚足球队的董事长 喜欢自己现在的职业吗 不是很喜欢 好 第三题 听说你喜欢做饭 自己觉得自己做饭好吃吗 我觉得挺难吃的 嗯 我拿手菜都是什么呀 西西 我做西厨比较多 哦西式的 对西式比较多 西式的是什么 豆汁是胶圈是 没有 酸汤鱼 九丝豆 这是西南式的 满东宝鱼是吧 大汤没弄 注意听听听 大学学的是服装设计专业 觉得在场几位男嘉宾 时装品位谁最好 雷哥呀 雷下评计犯规 好吧 值得啊 他这个算我多了 哈哈哈哈哈哈 注意听啊 注意听啊最后一道题 现在有没有男朋友 你只要回答有还是没有就可以 现在有没有男朋友 有 有 各位啊 各位啊 听听吧 没男朋友 下周啊 什么 你怎么了 你 不是我是在替这广大的球迷 好好好 干净的 注意听题 第一道题 作为国安两代球星 你和杨浩 谁更逃女球迷喜欢 肯定是他呀 这不用谁要脸 不是不是 我说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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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再问你一遍 作为国安的两代球星 你和杨浩 谁更招女球迷喜欢 你确是杨浩 哈哈 不是不是 这个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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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注意听点 作为一名海龟 觉得自己的英语说的标准吗 我觉得不行 特别差 好 那个大家上网搜个段子就行了 哈哈哈哈 来注意听下一道题 平常在生活中觉得自己是一个暖男吗 哈哈哈哈 呃 我觉得 暖男的英文的 不是吧 应该不是 暖男英文的 我平时生活中还真不是 不是暖男 不是暖男 你上次说暖男的英文怎么说呢 哦 不啊 哈哈 我觉得就是我在一些情况下还是挺注重注意别人的感受 能够照顾别人 挺S的 也就是说其实小斌还是内心里非常非常柔情似水 桑晒的一个 对 挺S的 简称S的 对吧 哈哈哈 我今天来的嘉壮星哥特别特别开心 服务意识非常强 简缘的手把修为啊 哈哈哈哈 我说嘉壮星哥特别开心 因为毕竟跟星哥当时我们在一块踢球那段 那段 那段的特别特别特别 喜欢串系 对 踏上我那个板子来串系 对 哈哈 来天津串系 是探班来了 然后探班之后呢 你不是花中金给买过去吗 中金邀请吗 中金中金 当时剧烈部就是鼎立 必须得说如果说明年 要没有张晓明引进不来的话 我们这个后防线包括中堂 可能就要无法控制 有转回费吗 没有 当时要转回费就不能买的了 没有 当时有转回费 没有转回费 自由身 当时那活还没有自由身呢 就象征性的给了金得点钱 也是书身 给了不少两百还是两百多万 也不算少吧 不少 当时小兵来了之后 当时对的情况也知道 就是挺惨的 因为那个时候确实天津特别动荡 那个时候都说我去天津胆挺大 盗着就要死 因为前一年他们刚出了一个 那种还挺大的一个事 霸却 对 就这些 走了很多人 然后又新来了很多人 对 一下新来了好多人 大宝 我 大宝 小白 白磊 然后李文健也刚回来了 李文健 对 基本上 全是刚回来的 投机场就不赢 不赢之后就感觉阿里汉下课 我觉得如果当时第八场不赢 故意阿里汉也下课 也就下课 前后就差这么一场 好 然后从第八轮赢完球以后 就一直就基本上 反而那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每个礼拜去银行 就去存钱 对 存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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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都能发到 那会多少多少 去年我们队员挺累的 天天都在存钱 嗯 那个时候基本上一场球咱们也一百万 没有一百万 六十万 六十 有一百的 有一百过 有时候一百有 有时候加钱力百 对 那就其实还跟金德那会差不多 嗯 那会就那种感觉 球队的氛围是非常好 就有点像金德那种 但是不是那种 那种不像金德那种 拿脸去打球 是我们要踢球 是我们要踢球 就是有那个实力 基本上打哪个队就是 特别有自信 而且场上人 是有自信 对 特自信 就是不管是从场上自信 或者然后特别团结以后 下来以后 平时也都特别团结 对 当时就已经小冰来了 确实是 全面都给大家走到一起去 对 他就混凝土一下直接把大家联到一起来 所以当时就感觉整个球队气氛特别好 哈哈哈哈 小冰当时组织经常比较赛 之后 小冰是组织者之一 是局长 哈哈 有点那个激情 对 其实那年比赛应该拿出来做做样板什么的 中超各个队都抗 真的 应该拿来做样板抗 就是后来恒大都没那么顺畅过 就是踢球你会觉得有非常流畅的比赛 或者不流畅的比赛 就那阵踢比赛 就整个球队来讲 场场是非常流畅的 就这种东西 运作起来就像钟摆一样 很和谐 每个位置都觉得非常漂亮 我那会在帮星庄退役的时候过去给他做个台法 我说如果让你再给你一点时间 你回到哪一年的哪一 就是那个阶段能再踢一年 就是说的就是那一年 就是那一年 那我人生最高光是 那时候是不是还拿了一个组织维冠军的 对 是吧 一年我们最后拿组织维冠军 对 咱俩差不多 都是那时候最好的一段 就反正那是最享受的一段 最享受一段 这像他们偶尔拿过一次冠军的就这么 就对我来说 还就长了 哎呦 三四岁了 这个建议什么 那会踢球感觉就是想去比赛 后来我们打联赛第二 就是还挺兴奋的 确实挺兴奋 第二年我们其实刚 第二年我觉得上半年还挺好的 上半年还挺 就压惯 我们那会打压惯真的特别提前两轮出现 出场土克双沙韩国 对 肌肉联 我记得特清楚 第一场球我们客场去肌肉联 所有另外几个中筷队全输了 就我们客场打 肌肉也没抱 对我们抱太大希望 那场球最后我们也是大宝进一个 大宝进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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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从这就开始这个了 从这开始 对 从这开始 从这开始 那场心心踢得特别好 就是他拿球 我们后来比原赛我记得特别清楚 那时候还有左里奇呢 左里奇我们比原赛回更衣室里边洗澡 这球再踢一个小时他们也进不了球 经常球传给欣欣 欣欣就拿着 然后对方两三个人过去抢 然后左里奇来 欣哥马上就把这球直接藏衣服里边了 你也抢不着 你都不知道球在哪就把球带出来了 你还养得好 你还没看演技精进 就把球给带出来了 两三个人抢不着他球 就特别真的特厉害 就比如说让你回去再踢一年 你会选金德的某一年还是天津的某一年 我觉得天津那年吧 天津像刚才欣欣说的那一年 因为那一年是特别享受的一年 你特别享受那个过程 回金德他常常保急 你让他回去看 但是金德那个状态是你发自内心的 那是青春的这个 你就是年轻的时候在拼 你说如果没有金德那三年 可能我就没有 这辈子也没有机会 跟王金星这样的大师合作 共同工作 对 是的我也这么想 这辈子我也接触不到奥斯卡养地 我感觉对这个行业都是一无所知 我自由认识小斌之后我就发现 我太渺小了 在演艺行业里面 我说实话 我们队里那个谁 希哲 希哲就说了 说他小时候 他可能比我们小点 然后他说他小时候 就觉得王金星踢得太好了 因为有一期 谁来张路来那期 我当时不就问了王金星 对 我说就是现在 现在就是踢球跟你像是谁 他先说就是希哲 嗯 像小斌现在跟希哲提 估计 关重你还能更好 你知道吗 有一配 对啊肯定了呀 对吧 你想跟王金星踢 踢那么好 不是说那时候跟你踢踢那么好 那希哲跟你风格挺像的 那身边不就缺一张宾那样了吗 还真是 对不对 你一下说到那什么重点 嗯 这段 过三回 主要现在西班牙 那西班牙头不太多 慢慢就知道小斌的作用 没有我觉得每个教练的指角风格不一样 他可能相对来讲 觉得现在球队是一个过渡期 就现在这种状态吧 我觉得有棋有福也正常 他跟浩子还不一样 浩子是挺干净利落的人 小斌不是 小斌是铁上就斩了 他那种不敢脚啪一踢就转了 你男人肯定就跑不了 王金星有反应权吗 因为王金星就是原规老跟这转 结果小斌就一直在那旁边转 是 你把他转到后面转 反正我就是 你还是这么跟太秦拳 在金泽的时候 那天气球就是 任定人 比如说没场比赛对手的核心 基本上全让我去盯 那会跟国外一 你们俩任务一样应该是 你们俩街道的任务通常应该都是一样的 不是我们那时候 我们教练的能力高一点 我们打整体 我们不打整体 对对对 我一根国安踢 我们一根国安踢是 陶伟 陶伟 就是黏着 反正要不然就踢了一脚 弄了一下 然后每次 他都不愿意跟我进 陶伟在厂边喝水 小斌都得站厂边看 他就是跑厂边 有一回全日他往厂边跑 然后我就跟着他 说你等我 水 有些人需要去 有些人去干这些东西 对吧 这个厂长不可能 11个人都是进球的人 有需要去做一些 你有花也得有意义 你有这些比如说得分的 主宫的 但是你也不能忽略一些 做脏活累活的 对对 那现在那西班牙老头怎么样 特别好啊 不是我说这个 别看我 我都吓着了 反正还行吗 挺不错的 挺不错的 不是上场踢下来 成绩还不错吗 上场确实赢球真开心 特别开心 反正还行吗 你太坏了 还把我脸往你脸上去 想你的宝贼 我可以说 我脸倒呀 直接圆地三层 我还在缓缓 他在考虑往哪边拿 那一瞬间有点尴尬 挺尴尬的 挺尴尬的 主要是就是在西班牙嘛 天地很正常嘛 对 那当天可能就是 镜头刚好一打的时候呢 我们俩看到镜头了 就停了 听的时候就不好听 对对对对 就是后来不是有网友做图 就是在国安时期的曼萨洛 在生活时期的曼萨洛 在贵州时期的曼萨洛 网友们的这个 他那个思路真是 发挥的空间真的无限大 对 就在自媒体时代吧 关键 你也是一个经历过的人 哈哈哈哈 说真的 给你心里造成傻伤 没有啊没有啊 我一点都没有 我有 哈哈哈哈 觉得受伤吗 挺长的 关键这网友 因为你就知道新闻就三天热讀 对 关键这网友评说是这个高小凤和玉良书 你这个事儿让我 哈哈哈哈 让我挺 挺 你说他们的想象空间多大啊 哎你现在发现足球这圈 跟之前想象的不一样吗 嗯 区别好大 以前我觉得好像 当时知道我要当那个总经 那个董事长的时候 然后我当时就感觉就是 啊怎么融入啊 一群大老爷们 一定不会跟我太多的去交流啊 谈心啊那些 但是慢慢的你就会发现 其实都一样 大家只不过是对自己喜欢的东西去专注 其实他们脱下球衣脱下球鞋也是不好的 嗯 你让他穿过呢 对 哈哈哈 光是榜上了 对对对对 其实他都一样 但在生活上面 其实都可以聊在一起 我怎么感觉你老想把这话题往屋里带呢 你终于感受到 没有其实这个无所谓的那些 说的很正常 什么时候也没聊下去 原来现在你是 无所谓了你知道吗 就是他都说 为什么不上网了 为什么不看了 哎我就这样我不看了 下回我还更没底线 你管我呢 对不对 什么时候 哈哈哈 终于看网易核心了 哈哈哈 好 而且主要就是这圈子里面很少的女性 嗯 去担这样的位置 对对对 而且是年轻的女性 很难遇到 那不吵你的话 吵什么呢 对对吧 而且很难有年轻女性跟你老头 是吧 哈哈哈 我就想要说老头安全 哈哈哈 还是能被吵 你说你说时代变了吧 你说在十年前咱们可能说有一档节目 传这么个局 然后用这样的方式再聊 就是其实现在大家越来越开放了 对吧 你在这个环境里没有什么太多的秘密 没什么不能聊的 也有 有什么秘密 哈哈哈 绝对不能跟你聊啊 这能聊吗 反正那会儿我是听说金德是管的特别的严 就像小民说特别严 为什么 就是那会儿我记得北京有一个什么员去了金德了 哈哈哈 后来呢就因为管的特别严嘛 就是比如说就觉得你发挥不好什么的 那他就反正会对你有一些这种严厉的质问呀或者质疑呀 精神上的折磨 精神上的折磨 对对对对 后来那小孩就自己手上手上 就突然这阵子就消失了 从队里就走了 就不在队里呆 是吧 吧 有批的嘛 那就不能泄露他的行动 对 就自己游跑 但是那条件真挺好的 是啊 力量绝了 长得跟外国人似的 那大肩膀我去这么困 手长 手动到膝盖 所以他手门力量都被困 后来到了金端以后给折磨得不小 你听说后来去日本去了 没有后来现在可能什么 我听说他有一段干传销 好 随陷随陷 又掉进去了 又掉进去了 从一个地儿出来又到另外一地儿了 你说命啊 有收获吗 什么说以前队竹球不懂 真不懂 女孩嘛 喜欢看 那以前看竹球看啥 看 你都不知道这个队叫啥名字 看衣服 白色这个 这个队是什么队 那个什么队 然后到了 到了自己再去管一支俱乐部的时候 学到了太多东西了 而且 你会发现就是你去管理一支球队 跟你去在公司里面去做文职的工作也好 去做一些 手术的事情也好 你会发现俱乐部 你跟他在一起是绑在一起的 有生死的感觉 你不觉得每一场球 可能在我们投资人看来 你可能这一场球或那一场球失利了 你就直接影响我这一年的整个 投入和我的目标了 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人就问我们 就是作为一个投资人 你怎么去看待足球的呀 其实在我们看来的更多的就是 我们的目标 放在那里了 我们就只能够 哪怕就跟你们 像你们常常说为了拼 拼一场胜利 我们是拼的是 我们这种目标一定是必须要达到的 现在目标达到了 高丽西班牙老头 达到第一步 你们这就跑不开 还有玉良啊 又小琴呢 又小份儿啊 来小琴 来 美梦总是容易醉 时光总是将人催 品尝之心淡如水 小看中朝是与非 红花绿也成花蕊 风也满山雨纷飞 好事成双球完美 人生难得有几回 你改风格吧 你现在越来越不认真 真的 你现在越来越短了 你现在越来越短了 什么叫 你现在越来越短了 以前就不长好不好 你又知道 这个今天服务说次数 张小编犯规最多 犯规最多的人要接受惩罚 看你 你别往里去 这是吗 不饿啊 走 走过路过别错过 大哥这是盐 没事 咱们本来的时候 这不算什么 真不算 这么点刚 有没有大点呗 对 可以 可以 到这大杯 还我了 真没什么 祝我那个朋友生日快乐 好好好 好家伙 怎么样 我还不算 全是果质 你这现役球员哪能给你乱喝 对对对对 咱们那个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我们这个酒吧也要开始正式打样了 那么最后让我们喊出 我们中朝土口秀的那句广告语 雷哥是不是要再鼓励 鱼龙满头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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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原味老后果 哈哈哈哈哈哈 这叫什么事你 呃 嘉义三层 哈哈哈哈 你说吧 最后提孙来打八五折 打蛇 哈哈哈哈 来来来 中朝土口秀 嘉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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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